第1次 喔 第2場 第1場 這個系統之力啊 關鍵的1球還是得靠你啊 看看康哨 康哨班 班誰呢 班三請 韓哨這邊手ban 集訓三請 這邊會放進階木嗎 這邊後ban了這個集訓木生意 進階木生意放給你啦 終於啊 在這個進階木跟 集訓福田的版本出來之後 不拿 竟然不拿進階木生意 手搶老藤 這邊 要修一手進階木生意了吧 可以啊 籃球遊戲玩家 這邊 喔 進階木生意 終於在我們這次的賽事這個 登場了 第一次登場 第一次亮相 這邊一個高砂藤 這一把是神奈川 雙熊的對決 看一下陸服的進階木生意怎麼打 對 綠色看 陸服不放集木的 喔對啊對啊對啊 陸服集訓木生意就是把它 天的存在 放在一個頂天的狀態 李白好像轉足塔 對足球是李白 老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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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不養的都可以 可以 欸BLK這個選角是有在設計的欸 這個 蛤 這邊還要拿一首光陰嗎 這個陣容我不知道 我沒見過這個陣容 看看 這個打得了嗎 喔換了 把木生衣換給李白完了 有 哇萬眾矚目 眾所期待的李白木生衣 還得是你啊 這邊這一首 相信李白 相信木生衣 李白換角了 換角了 有 李白木來了 可以啊 應該 應該可以吧 但我覺得 偏 不知道 偏難打 我感覺偏難打 但籃板 欸不好說 剛剛我們雙塔沒贏 喔這個 欸跳球 有啊 升翻 這邊想疊操 看看 看看AS防藤針 這邊 木生衣子在疊操 喔這邊E卡漂亮 啊但這邊才要干擾了 籃板 蛤 攀哨 籃板球 竟然掌握到了 你可以看一下 2比0 哇這球 哇第一顆晃倒了 李白應該是全傳控的 哎呀這邊 這個東門升番 舉手舉到 沒冒到啊可惜 肉這一顆就比較傷了 因為這樣會直接給李白能量 他直接把人站到 他直接尻 反覆拉扯正行 有沒有看到李白的站位 他是直接 站在那個躲高砂的那個位置 這邊踩到 又是攀哨的板 蛤 地操 唉呦這個撞挺 果然 馬上漏了一個後仰 可以 喔4比2 反超了 哇這邊李白 這個撞挺的地操 果然是非常狠啊 這邊要小心 這個突破要注意一下 2點 唉呦追鍋順順 漂亮 這邊冒下來了 這邊繼續晃 給 這邊也在做疊操的動作 這邊挖掉了 喔漂亮 這邊這個 傑爺 傑爺疊操成功 但這邊也被挖下來了 哇 難道是超級的套嗎 從頭挖到尾 地分 這一球 因為剛剛有一個扣籃 他直接打一個機制 2比6 有啊地分 賺到一個助攻 現在應該還是有一顆能量左右的 這邊能量套 手帽 還得是你啊 超級賽亞人 貝吉特 這一球 果然還是 擋不住啊 這個後仰 頂著一個機制球 8比2 哇 你給李白拿到這個木森衣 我感覺 是難搞 他對李白的了解 他搞不好 他搞不好可以講一句話 他在玩李白的時候 我們還在麻麻雜call 你知道嗎 這一個後仰再漏掉 哇 他對於這個李白的這個 空間的判斷跟掌握上 還是你啊 還得是你啊 最強木森衣 10比4 好窒息 每個角色都會疊超 對啊 李白對於木森衣的了解 跟這個掌握上 哎喲 幹他機制怎麼這麼準啊 這是390的威力嗎 幹他機制球每一球都進耶 真可怕 一直疊超耶 瘋狂疊超 不給你機會的 不給你機會的 前面那個球往左邊就是空位 他中段是給光陰踩的 沒有問題 任務生意識 喔這邊一卡到了 漂亮 空位3分 沒進 高砂 秒板 繼續疊 幹他李白是礦工是不是啊 瘋狂的鐵招 可以 這邊頂這顆不會進了 不扣 沒有冒到 好狠啊 李白的卡亭無敵 確實耶 李白這疊超 一直疊一直疊 我感覺廢都要挖出來了 都 哎喲 打不了工框耶 打不了 打不了 阿李白這邊失誤了 但沒有掉球 普投 可以看到這種 對不對 瘋狂疊超 以前都是打折磨陣容起家的 李白這場不蓋耶 李白這場好像就是帶超級套的 因為我看他完全不跳的 看起來李白這場應該是帶超級套的 這邊後仰再頂一顆 反正我有雙塔 蛤 這個籃板有在醜 完全不打大迴環 完全不打大迴環 側跳也沒冒到 藍板 自投自搶 順順你可以啊 這邊被晃一個人沒了 哇這邊猜拳了 扣了 你本來是戴干擾套是不是 沒想到 沒想到 剛剛捏了一把汗 真假 對我會傳這陣容 原來是一個辦法 手帽 哇 兩個大招都蓋到了 對 但這球沒給 帝王三分 哇 晃久了還得是你的啊 他其實打得很單純耶 只是因為對方選這種陣容 他雙塔籃板會有絕對的優勢 所以木生衣只要沒有被冒下來 他能丟得出去就算機制沒有進 他也高機率能夠再把板拿回來 就是 就是 他補這首光陰感覺是因為 對方選了兩隻小的 兩隻 這把 這把感覺 他沒進攻 這把感覺 他沒進攻 就擋拆感覺沒擋出 空位沒講出很多 對啊 其實高山沒卡到幾顆 其實高山沒卡到幾顆 對 他 他 他 哇 感覺得出來了 其實剛剛第一場能贏也是 東門升翻籃板球有跳出來啊 第一場能贏也是東門升翻 但這一場就有比較大的那個了 沒 板其實是那個贏的 藍板其實是BLK贏的 但是 進攻他們打不出東 就是打不出空位 所以BLK選仙道的用意是什麼 是高砂騰加老仙道這個陣容 其實就是要打 就是 仙道裡面晃 然後 高砂騰利用那個後仰的儀卡 但是李白的防守直接就站到 繞到那個後仰之後的位置了 就是 他直接繞到高砂的外面 所以你高砂沒有辦法用後仰的方式來卡那個空位出來 你只能試試看卡一邊 不過李白前面都繞得很好 所以 很多時候就是 雖然很勉強 但是都被踩到干擾了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隨時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囉